我說我其實沒有放棄在生一個 那你當下聽到說我沒有放棄在生一個的時候 你當下是心裡大驚 我說實在我有三成是蠻開心的 因為寶寶真的太可愛了 他覺得我對劉子泉已經算很有耐性了 結果殊不知我對點點寶寶更有耐性到 他覺得很神奇 就有時候是他先崩潰 他先自己跟小孩在那邊生氣 這不知兩個誰是比較黑眼的角色 我覺得是他耶 你說我的新家喔 哪有八字都還密別 我要瘋掉了 我們現在只找到設計師 不是完全毛胚喔 其實我還有胚胎是動在送子鳥的 只是說因為我免疫的關係 所以我自己都沒有把握說 如果我再一次可不可以成功 但是我現在要講就是我如果我房子裝潢好 然後那時候比如說兩年後 寶寶上了幼兒園也上了兩年了 然後加上裝潢好 如果我們覺得那個空間 欸好像也可以再多一個寶寶 等等就是各方面的考量 那我覺得我那時候會做最後的決定 所以有沒有再一次 我不知道現在我不知道 已經鬆動了 那個起因室他常看了點點寶寶 然後說他就說怎麼辦 他一直說怎麼辦 就說可愛成這樣怎麼辦 然後他就有一天晚上就講完這句話 他就說我其實沒有放棄再生一個 那你當下聽到說我沒有放棄再生一個的時候 你當下是心裡大驚 我說實在我有三成是蠻開心的 因為寶寶真的太可愛了 那七成是想說不要不要 真的不要太累了 好累喔 陳小愛會跟你諮詢嗎 欸我們多少會討論啦 他小嗎 欸我也不知道他現在怎麼樣 他中間有反反覆覆 最近我是有關心維如啦 維如那個我覺得 喔喔喔喔 對啊我覺得很可憐 對啊我自己都都 都覺得怎麼會這樣 我覺得女生就太辛苦了 你看寶寶現在兩 假設兩歲嘛 我現在五十六歲嘛 嗯 他國中畢業的時候是十二年後 對 我六十 你可能還不能退休了 快七十了呢 你還不能退休 一個七十歲的爸爸去參加初中畢業典禮 那種感覺 我那個已經被叫爺爺了啦 有一個那個我抱著寶寶嘛 然後有一個 一個人 他有點奇怪 對 他沒有跟寶寶玩嗎 他說 欸那你是爺爺喔 我又是爸爸 可是全全五歲的時候 我已經被叫過爺爺了 就是 就是 那時候胡子還沒擺 但是沒有頭髮嘛 還有個小孩跑過來 踢個球跑過來 然後就跑過來 他不知道叫爺爺嘛 爺爺 爺子一出來媽媽就 咻把他抱住 就很習慣了 已經很習慣了 他就很想要不想吃 我還不想吃 那東西 就想吃 吃 那東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